小心 这可不是哪所学校在搞军训 而是19年前西藏自治区监狱的早晨操练 不管是男犯还是女犯 他们都要接受严格的军事管理 以及规定的劳动改造 其实入狱之后 犯人不单是会采缝刃机 这座监狱还根据大家的兴趣专长 提供了多种人性化的改造方式 每当到周末和节假日时 犯人还能参加各种文娱活动 并在院子里学坤坤打篮球 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这座监狱 一同来体验体验服刑者的真实生活 早上天刚蒙蒙亮 负责值班的囚犯 便热情地叫醒了梦中的御友 他们起床后第一件事 就是端着脸盆下楼洗漱 然后上个厕所蹲个坑 一些动作麻溜的人 还能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当洗漱完成后 大家会上楼穿戴好衣物 接着迅速返回楼下 开始监狱的每日操练 其中担任执行员的囚犯 要负责组织大家列队集合 而想获得这份特殊工作 必须是表现优异的三好囚犯 并且得有能力号召大火才行 比如这位叫刺人的大叔 因为酒后杀人被判了15年刑期 而能当上执行员 对他来说已经算光宗耀祖的事了 平时他主要负责 在狱警和犯人之间传话 每天操练结束后 狱警都要进行点评总结 谁的声音不洪亮 或是精神萎靡的 就会被通报批评 直到操练结束后 大家才能返回寝室吃早餐 为了尊重藏人的风俗习惯 监狱会提供簪巴和酥油等食物 等到大家吃饱喝足后 早上9点就要开始出门干活了 像刺人这种没文化 只懂耕地种菜的犯人 监狱专门腾了一片空地 好让他体验劳动的快乐 对于那些缺乏种菜经验的犯人 监狱还提供 从培训到上岗的一条龙服务 致力于培养他们成为高素质的种植人才 不过不是所有犯人都会被拉去种地 狱中有一群特殊的音乐创作人 他们的改造任务 就是每天学习音乐理论和练习乐器使用 每当监狱组织文艺演出时 他们都是监狱中最亮的仔 而这位叫冯骏的小伙 是监狱乐队的队长 入狱前 他是当地群艺馆中的演奏员 由于工资不够花 便投了馆中的乐器和音响 本来想卖掉改善一下生活质量 可天网恢恢 殊而不漏 最终他落网后 习提了13年刑期 由于狱中时间充足 加上没了社交和应酬 所以他才潜心研究音乐 并在服刑八年间 创作出60多首歌曲 冯骏表示自己很幸运 要不是因为监狱 他也不会有这种成就 在西藏自治区监狱中 常年关着900多名罪犯 这里既是全区最大的监狱 也是全区唯一关有女犯的监狱 其中女性监狱 有一百多名罪犯 但与内地监狱不同的是 他们在服刑时能够留长发 这也是为了照顾当地的民族习惯 而把缝纫机采冒烟 将毛衣织成衫 就是他们服刑期间的劳改任务 当然这些活也不是白干 其中积极改造的犯人 能够获得减刑机会 并且监狱按罪犯的表现 对所有人进行了分级管理 比如二级宽管者 会受到更少的监视 每个月还有机会和家人通话 虽然我国法律有规定 犯人在服刑期间享有通信权 但通信方式确实以写信为主 所以在狱中打电话 算是一种特权行为 每当犯人劳动结束 要返回监狱时 狱警都会进行点名和搜身 防止有人逃跑和携带武器进入 像刮胡刀这种危险物品 不是人人都能接触到 只有受狱警信赖的犯人 才能拥有临时使用权 不过就算管得再严 还是会有犯人闹矛盾 其中有两名精神小伙 在宿舍里拳脚相向 还好狱警及时赶到 才阻止了事态恶化 经过一番调查 原来是上铺的人 踩了下铺育有的床位 虽然踩床的人拒不承认 还理直气壮地指责对方 可狱警早发现了床上的脚印 面对铁证 小伙也无力狡辩了 像他这种挑起事端的犯人 监狱一般会处以扣分的惩罚 并且会要求写书面检讨 这对犯人来说 是种强有力的约束 但不是所有犯错的人 都会被惩罚 那些情节较轻的犯人 预警会口头批评几句 然后再交给监狱执行员 负责沟通和教育 而这名叫尼玛取真的犯人 他和丈夫因受国外势力蛊惑 从事分裂活动 两人被判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像他这种法律意识薄弱的犯人 每天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学习相关法律 和历史文化等课程 其实对于这些服刑的人来说 监狱的生活并非没有欢乐可言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 那都是犯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 他们不仅不用去参加劳动 而且还能在允许范围内自由活动 比如几个人聚在院子里斗地主 或是约上爱学习的育友 一起泡图书馆 又或是学昆昆 练习打篮球 有时监狱还会组织大家做游戏 一群混社会的大哥竟然开心地向小孩子 而搞这种集体活动 主要是为了增进大家的感情 到了中午 厨艺好的犯人会帮忙炒菜 但在监狱的饭桌上 没有一杯二锅头 只有光盘行动和反对浪费的口号 到了晚上时 看电视是狱中的主要消遣方式 比如会让大家观看新闻 或是法制类节目 好用这些正能量内容来矫正犯人的思想 让他们出狱后能当个五星好市民 虽然很多人还没有获得自由 但却已经有了未来的规划与目标 像次人这种没文化 没学历的犯人 耕地种菜就是他出狱后的打算 虽然不能荣华富贵 但至少能自食其力 而像冯骏那种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人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就是他出狱后要去追逐的梦想 俗话说浪子回头巾不换 如今的监狱实行科学管理 只要罪犯能改协归正 怀有一颗敬畏法律的心 他们依然有希望回归墙外的自由生活